优秀的历史建筑可以穿越时空 将其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的记忆传递给后人 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校园的历史建筑 还见证着国家民族的历史兴衰与荣辱 由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山大学2024年迎来百岁华旦 记者近日探访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了解到 中山大学现存被划入广东省文物保护 以及广州市优秀建筑名录的历史建筑达83座 红砖绿瓦刁蓝飞檐百年沧桑红楼依旧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积淀 使得中山大学南校园成为中国四大最美校园之一 漫步于绿草如荫的校园 在成群挺拔高大的苍翠古墓掩映之下 一座座错落有致又各具特色的红墙绿瓦小楼 散发着古朴和宁静的韵味 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跟这个建筑 还有这个校园的环境有关系 那我们这边的是这个校园建筑的一个 就是指南校园的 它总体的风格是表示 我个人理解的应该是中西河壁 红墙绿瓦就是刚刚您讲的 还有一个就是兰记清朝 怀世堂是学校中轴线上最为瞩目的历史建筑 由美国人安布史怀世出资修建 搞三层于1916年落成 记者探访时看到 怀世堂两侧大树参天 夜貌根深 不时有飞鸟掠过 大门正对面不远 便是孙中山先生面朝北方 助力进行演讲的同像 两者之间都是郁郁葱葱的大草坪 怀世堂的南面 则矗立着中山先生手术校训 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辩 笃行 1923年12月21日 孙中山先生在怀世堂做题为 学生要立志做大事 不可做大官的演讲 记者看到 中山先生的演讲题目 还被刻在了怀世堂的正门右侧 遵遵教会穿越百年 至今仍在激励着 无数该校生生学子 就从大事这个来讲 它有几个含义 首先第一个大事 它是讲做大事的一种态度 第二个它说的大事是什么 外来敌人的压迫 我们要敢于反抗 为国家的富强 要去奋斗 去努力 它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大事 那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 你一定要做那种改变这个人类的那种进程 改变那种重大的学术的那种 那种原来的面貌的那样的研究 也就是说要做学问 要做大学问 做有原始创新的学问 距离怀世堂不远 校园中轴县东侧 有一座二层小楼静静处理 这里便是陈寅客故居 1949年陈寅客先生从上海到广州 任教于里南大学 1953年搬入此楼 在这里度过了16个春秋 陈寅客故居左前方 一座简洁而庄重的三层红楼 同样格外引人注目 它就是马丁堂 马丁堂是里南大学和中山大学 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也是中国第一栋用硬质红砖建起的房屋 和最早以钢筋混泥土做地面的建筑 这座建筑深深刻下了时代的烙印 是中西河壁的典型代表 见证了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时代变迁 大家请看这幅图 这幅照片 老照片了 1912年5月7号 孙中山持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他想转入以建设为主的 这样的一种工作的重点 建设一定要有人才 所以学问很重要 因此他来到岭南大学这个地方 他在马丁堂这个地方 就发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 叫做非学问无语建设 非学问无语建设这样的一个演讲 就强调这个学问在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性 随着国家大力发展教育 大学级建筑早已经不缺经费修建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山大学也已经形成 三校区五校园的办学格局 其中珠海校区的面积达 4万平方米的天晴中心大楼拔地而起 用于实施推进中国自主的 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 天晴计划 由何敬堂院士团队设计的 内地最为现代化的大学图书馆 2023年在深圳校区香山落成 此外 中山大学即将在香港设立高等研究院 学校以学科错位发展为特点 布局四大城市校区 与大湾区腾飞同频共振 那从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 这个校园的布局上来讲的话 刚刚我们说中大一直都是很强调 跟民族国家的命运 是连世在一起的 那现在我们就立足打湾区 那我们的理解就是 非常重要一个一定要面向全国 不能一直仅仅是打湾区 更重要要走向全世界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深海深空 极地等等这样的一种 一种学科的一种布局 我相信中山大学在未来 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里面 它一定是地位越来越重要 对此我们应该讲是充满信心吧